美海军多个编队在中国周边集结 意欲合围 我们可以将一百多枚核弹头停放在你家门口 而你却浑然不知或无可奈何 近日 美海军高调宣布一艘战略核潜艇停靠关岛 与此同时 美军一艘两栖攻击舰携带着F-35B在东海展开演习 而位于南海的卡尔文森号航母与埃塞克斯号两栖攻击舰也正在北上 月初离开美国本土的林肯号航母正在向西泰海域步步逼近 中国周边将聚集多达四艘能起降隐形战斗机的美军航母及一艘战略核潜艇 近日 美海军高调宣布一艘战略核潜艇停靠关岛 称展示了其对印太地区的承诺 这是六年来美国海军首次公开宣布战略核潜艇停靠关岛 也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第二次这么做 美嚣张叫嚣 我们可以将一百多枚核弹头停放在你家门口 而你却浑然不知或无可奈何 与此同时 在日本佐世宝基地趴窝了数月后 美国号两栖攻击舰携带着F-35B隐形战斗机再度出海 在东海海域展开演习 位于南海的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携带F-35C隐形战斗机 与埃塞克斯号两栖攻击舰正在北上 而新年一世刚离开美国本土的林肯号航母也正在向西泰海域步步逼近 这意味着 中国周边将聚集多达四艘能起降隐形战斗机的美军航母及一艘战略核潜艇 美国海军这样的大规模集结 在冷战后都属罕见 五角大楼到底打算干什么 不少美媒称 华盛顿借此向盟友和敌方展现军事力量 特别是向中朝发出无声的警告 对于一向霸道的世界第一强国来说 要舞扬威不是新鲜事 尽管白宫高官坎贝尔日前刚发出太平洋地区未来最可能出现战略意外的警告 美海军最强武器现身关岛协防台湾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搭载20枚三叉戟弹道导弹和数十枚核弹头的内华达号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 驶入位于关岛的美国海军基地 这是2016年以来 美国弹道导弹和潜艇首次访问关岛 CNN称 这是美国海军最强大的武器之一 罕见出现在关岛 美国海军在一份新闻稿中称 这展示了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承诺 而且与美国战略部队举行的很多演习 运作 训练和军事合作行动相辅相成 以确保美国战略部队随时准备用于全球部署 CNN报道援引美国分析人士的话称 内华达号战略核潜艇罕见停靠关岛 这是在印太地区紧张局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 美国向其盟友和对手发出信息 在当前环境下 华盛顿可能会进行更多此类军事展示 这有意或无意间传递了一个信息 我们可以将一百多枚核弹头停放在你家门口 而你却浑然不知或无可奈何 反之 对方却做不到或很长时间内做不到 CNN援引美国潜艇潜艇长 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托马斯 舒加特的话说 据了解 美国目前拥有18艘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 4艘被改装为巡航导弹核潜艇 其他的14艘搭载三叉戟弹道导弹 这艘内华达号于1986年服役 是一艘运行时间已经超过35年的老艇 预计首艘俄亥俄级将于2029年退役 美国海军称 该型核潜艇平均出海77天后 会在港口进行大约一个月的维护和补给 美军这一举动引来国际媒体关注 英国《泰晤士报》称 这艘攻击型核潜艇通常在水下进行隐秘巡逻 但此次却被美国海军拍照并官宣 这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这类潜艇第二次被公众看到 分析认为 在中美关系紧张 台海局势升温 朝鲜屡次试射导弹之际 华盛顿要借核动力潜艇停靠关岛对外发出信息 今日俄罗斯强调 关岛在台湾附近 那里有美国领土上距离中国最近的美军基地 距离中国台湾不到3000公里 这次美国核潜艇访问关岛 正是中美之间的争执越来越多之际进行的 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 除了政治信号 内华达耗在该地区的存在还给美军提供了学习反潜的机会 嘴上说中美冲突非必要 军队却加紧行动 军事专家表示 美军这一动作有三个目的 首先 集中展示其强大的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 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是美军全球军事霸权的重要体现 其次 展示美国在与中国发生冲突时 尤其是在台海问题上不排除使用核武器的蛮横姿态 由于关岛阿普拉海军基地持续扩容 不排除包括内华达号在内的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 今后会常驻关岛 持续向中国方面施压 第三 向盟友展示继续提供核保护伞的决心 显示其不会放弃先发制人核政策 俄罗斯卫星新闻网评论称 中国的核政策禁止先发制人使用核武器 美国却没此类限制 拜登政府暗示计划改变核政策 但盟友要其不要放弃对中俄进行先发制人核打击的威胁 新年一时 安理会五个核大国发表一份联合声明 称他们相信核战争不可能打赢 也绝不能打 而且武器不瞄准对方 美中需要坐下来对话 德国焦点认为 美国的印太战略 中国对自己的力量日益自信 及欧洲国家介入印太 以使其成为未来最具风险的地区 与北京的冲突并非注定 也没必要 美国国家利益称 中国可能是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 但也是最大的机遇 这些天 五角大楼花了很多时间思考如何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中击败中国 可能是在台湾问题上 问题是 博弈将如何收场呢 据印太司令部评估 尽管美军及盟友仍在装备方面占优 但未来看起来并不美好 到2025年 中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实力将超过美国 秀肌肉 美军向中国的最强示威 据南海战略态势赶之微博消息 美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绕南沙群岛机动后 已经由民都落海峡离开南海 更多的飞机和航空燃料 理论上它可以携带超过25架F-35B战斗机 在美国闪电航母中拥有最大的载机量 目前尚不清楚美国号这次出海具体携带了多少架F-35B在东海演习 但驻日本沿国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已拥有两个中队 32架的F-35B 由于现有的11艘超级航母不够用 美国海军改装了部分拥有直通甲板的两栖攻击舰 以搭载可以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F-35B闪电2隐形战斗机 经过这种改装的两栖攻击舰被称为闪电航母 可以充当超级航母的辅助力量 如果再算上正在向西泰靠近的林肯号 在中国周边海域将出现的是两艘超级航母加两艘闪电航母的组合 规模远超去年在冲绳海域出现的三国四航母 后者包括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和美国号两栖攻击舰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与日本伊式号准航母 要知道 即便是美国海军也很难在同一海域集中多艘航母 通常而言 当航母战斗群是美国海军展开常规威慑巡航时的标准配备 在地区局势紧张才会集中双航母战斗群已被不时之需 而三航母战斗群集结通常意味着出现严重危机 或者是极度炫耀的武力警告 至于四航母齐出 如果不是应对地区武装冲突的话 已经算得上是最强示威了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美国四艘航母还出现美国海军与海军陆战队高度协同的趋势 卡尔文森号携带的F-35C战斗机属于美国海军 而林肯号的F-35C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 美国号配备的F-35B同样归属于海军陆战队 他们也可以在埃塞克斯号上起降 换句话说 美国海军这次凑齐四艘航母 搭载的核心舰载机 其实是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F-35系列战机为主 近年来美国海军陆战队高举战略转型的旗帜 号称要重操就业 执行从夺岛到协助美国海军等一系列攻击性任务 从这点上看 美国这四艘航母在中国周边的集结 其进攻性指向的意味非常浓厚 只是对于五角大楼来说 理想很美好 但现实太骨感 卡尔文森号和埃塞克斯号都已经在海外部署多月 即将返回港口休整 这也意味着美国最强示威 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 经纪 分枪